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被很多网友扒出来里面的一些具体细节 发现好像有一些观点跟我们现代的独立女性 或者说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 好像有非常多的网友不太同意她的看法 想借由郭涛出书人设帮她这个事情来谈论一些 谈论一下怎么分辨对女性的精神打压 对 尤其是之前也爆出很多POA 男性跟女性相处的时候通过精神打压 让女生离不开她们 然后最后又把女生物化这样很多的一系列的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的她的想法其实是具有代表性的 也代表在这个社会上是存在着有这样的对你女性的偏见 物化不平等的要求和精神上的打击和贬低 一个健康的两性关系应该是怎样互相对待 那么在家庭当中女性应该或者怎样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 对自己比较有帮助的能让自己开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定位 和相互的沟通的方式 所以我下面可能就总结几个我觉得比较明显的点 来帮助女性分辨她们在关系里或者是跟人相处的时候 是不是遭受了精神上的打压这样的关系 然后进而让她们想一下这样的关系 我应该怎么样来面对 对于这样的言论 针对我的言论或者是对待我的方式 我应该怎么样来回应 好对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非常重要 我觉得首先可能从郭涛的那本书里面 就大家扒出来的那些文字里面 有看到她是比较宣传女德的 也就是说在道德上 品德上希望女性是顺从的 她是比较提倡自我牺牲的 我觉得这个观念并不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 这个而且施加这样压力或者是观点的人 也并不一定是你的先生 还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上级 对有时候甚至可能是女性朋友 是的是的 然后也看到在现代的社会里 对我们我最近接触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文化产足 也就是说过去女性受到打压的一种方式是被裹奖 对吧 女性被物化 然后三寸金莲被认为是好看的 但是女性要承受很大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 然后去达到一个男性或者是当时社会上对女性审美的要求 但是在现在我没有真正的裹奖了 但是有文化上的裹奖 就是文化上的产足 用它来对女性进行道德和情感的绑架 那么文化产足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对对对 所以打一些比方吧 或者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宣传传统的女性要温柔善良啊 像那个就是孔子说的这个温良 公签让公俭让啊 要会相夫教子啊 要会照顾不仅是男方 并且还有男方的家人啊 或者是妻子应该成为丈夫 事业坚强的后盾 也就是说宁可 需要牺牲自己的事业 也要无条件的来支持 男方的事业啊 而且我们也经常会被听到 不光是男性或者是女性 都会 很多人都有想法 就是说女性的职责 或者是任务 就是需要照顾好家里 要会做家务 要生养孩子 这是女性或者是妻子该做的 对就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 女性好像 理所应当的 是付出更多的那一方 就包括很多女性的高管 哪怕职位做到很高 也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候 为了家庭 退居二线 或者辞职 或者回归家庭 这样的故事 好像女性做出这样选择的比例 是大于男性的 女性是有这样的权利 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所以我并不是说 做出这样的选择 本身有任何的不妥 而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你感受到 这样的压力 对方用这样的品德 道德上的 来绑架你 说你就应该是顺从的 这是一种美德 或者是你的家人需要你 或者从情感上来绑架你说 我们都很需要你 现在辞去工作 所以不希望你出去工作 或者是以 我这是为你好 来做来说 比如说 你不能穿得怎么样 你要守复刀 让你产生强烈的复旧感 但是其实目的是为了 榨取你的价值和付出 对 这个事实要引起警惕 对 这是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限制你的行为 双标 也就是说 他对自己的要求不是这样 但是对你的行为 比如说你的穿着 你的交友 你的工作 你什么时候出门 你的花销等等 有很多设置 很多的限制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并不会跟你进行商量 而且结果是 让你感觉到 跟家人 跟你自己的家人 朋友 以及社会 产生越来越大的疏离感 以及脱节 让你越来越感觉 我没有朋友 或者是 我不能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真的是 因为我也听过一些例子 就是男性 比如说在家里 如果是掌握经济大权的 那个人 或者甚至两方都 都有收入 但是男性会更多的 比如说提出 你不能买太多的衣服 或者你这样就很好看了 或者不希望 对方有太多的出去 去跟朋友交往的时间 要有门禁 或者隐喻的说 你会什么时候回来 但是自己可能经常在外面应酬 很花哨 这样的话就是一种 很典型的双标 而且像您刚才说的这些 我感觉 在更多的家庭暴力 家暴的案例里面 就更明显 当一个女性完全被孤立之后 那么她 就更容易受到精神上的控制 对 很难求救 是的 第三我想讲的 就是对女性的 有发表 这样对女性带有偏见的言语 对女性进行贬低 甚至是对她们有很苛刻的要求 发表这样一些言论 比如说那你就是需要事业和家庭兼顾 就是你又要挣钱 你要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伺候好家里人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要求 通常我们看到职场的 比如说去面试一个人 如果是男性的高管 大家都会 大家都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但是对女性 职业女性就是做到 可能职位比较高 她就会说 那你怎么平衡 你的事业和家庭 这本身就是一个 不平等 对女性不平等的一个问题 这个确实是我都要反省一下 我自己有这个问题 你那么一说我也想起来 如果我见到一个女性 我会更多的去问她们 你的这个生活的平衡 是怎么样子的 你怎么会有时间 自我照顾的 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对男性好像我很少会 甚至会想到这个方面 对因为好像社会 对男性的期望 就是你只要把事业做好 就行了 再一个就是 对女性的物化 比如说强调女性的外貌 身材 或者是强调她的服务 带来的价值 而不是她本身 这个人的价值 我们很多时候会听到 就是生育的女人 就是孩子的 有孩子的妈妈 会抱怨说 啊我怀孕和产后 就被家里人 甚至是自己老公抱怨 身材走样了 变胖了 没有吸引力了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 对于女性的 物化的一种行为 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可能就是国内 最近那个比较火的综艺节目 帮助女性去改造他们 其中的那个妈妈 就是因为老公这样抱怨她 她接受了改造之后 这个有了孩子之后 没时间化妆 但接受改造之后 打扮得美美的 去跟丈夫一起进行 烛光晚餐 还要跟丈夫道歉 也是引起了很大的 舆论的反弹 对 因为这样做的目的 好像是为了 不是为了取悦自己 而是去取悦一个 对你有这样 不平等要求的男性 对 然后整体上 再一个就是 你注意对方 在整体上 有没有对 说一些轻视女性的话 比如说 开车不好的 都是女司机啊 那女性就是不善于 数学呀 理科啊 或者女性就不善于理财呀 女人就是情绪化 不讲理呀 或者是女人 只要嫁得好就行 不需要自己很优秀啊 还有就是 我们知道 称女性为圣女啊 大妈呀 用这样 不尊重的话语 来讨论 谈论女性 这都是 总体上 整体上来说 对女性 轻视的一些方式 所以由此你也看到 可能这个人 他对 就是在这个关系里 或者是这个人 他对女性的观点 是什么样子的 需不需要 及时的指出来 或者是去调整 见微知著 从一些小的点 他说话的方式 你可以大概的了解 他的一个态度 然后决定自己之后 要怎么去应对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 不考虑女性的感受 比如说 在做决定 家庭的决定的时候 或者是做比较重大的 决定的时候 不跟女伴 也就是说妻子商量 然后就自己做决定 或者是不征求 妻子的同意 就替她做决定 或者是进行任何身体上 亲密的接触的时候 不征求女性的同意 也不询问女性的感受 很多人觉得 那这是婚前 或者是我们 我们没有关系的时候 需要这样做 我们已经是在交往 或者是我们有过亲密关系 我们在亲密关系里 就不需要了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误区 对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就是大家怎么去 看待男性对女性的尊重 或者说女性 每个女性需要的 或者所喜欢的 被尊重的程度 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是因人而异 但是在一些大的方面 男性要表现出一些 基本的尊重 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第六点 我们讲的就是 合理化自己的一些 不合理的行为 比如说 在对女性的身材进行批判 或者是指责的时候 说你这么胖 是吧 或者你又吃这么多 它会合理化 也就是说 其实这是一个 带侮辱性的话语了 就是评价女性的身体 对吧 是很不尊重的行为 但是它会合理化为 我是为你好啊 你不是想减肥吗 你不是想变瘦变漂亮吗 我这打击你是为你好 对 所以就是一个男生 表达对你的关心 关爱的方式 他说他是关心你 但是我们还是要 仔细的去体察 他的这种说话方式 或者表达关爱的方式 有没有伤害到 我们的内心 是不是一种 合理的尊重式的方式 或者是在 婆媳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男性会说 那你就应该 那你就应该 顺从啊 你就应该道歉啊 你就应该 怎么怎么样了 我是为你好 因为我不想别人认为 你是一个坏媳妇 对吧 我不想别人说 我们家的坏话 我不想你走出去 抬不起头 对对 就是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 对 来合理化一些 不合理的行为 对对 真的是 因为我知道 有些女生 可能在男生 这样做的时候 她也会笑着 好像用一种 双方开玩笑的方式 来来回回 但是如果内心 不管表面上 是不是笑着 如果内心 还是受伤的话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警示信号 需要引起重视 或者说双方 是不是需要进行沟通 是的 是的 嗯 嗯 然后我再讲一点 可能也是比较容易 被忽略的 就是 很多人都认为 就是有很多的说法 甚至 大部分的女性 可能也会 buy in 这样的观念 就是 女人是 拿来被宠的 女生是要 用来被宠的 或者是 女人被养着 就好了 就是 那句话怎么说 就是我来 赚钱雅家 你负责 美貌如花 对 其实这样 也是越来越 强化 你女人 不需要 有自己的能力 你女人 不需要 变得 坚强 不需要去承担 责任 你就 做我的附属品 就好了 这也是一个 用很漂亮的话 来包装一个 很男权的观念 不平等的观念 而且可能最 伤害最深的点 是女性 自己会以为 这是一种 非常好的生活状态 这是一个男生 真正爱你的表现 他愿意养你 他愿意付出 他愿意像公主 一样的宠着你 但是又能 会有多久呢 像以前的 我忘了一部电视剧的名字 对吧 这个男人结婚的时候 说你不用工作 我养你一辈子 他却是当了 很长一段时间的 父太太 最后当男生 出轨的时候 你的前半生吗 我的前半生 对吧 当男生出轨的时候 他要重新开始 构建自己的生活 而且他整个世界 都坍塌了 因为他的世界里面 没有其他的东西 对 而且不是每个女性 在被 被 让自己 失去 被失去了 生存的能力以后 都有一个贺涵 来拯救你 是的 所以 女生真的是要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但是这个 到什么程度 真的是因人而异 但是 我觉得 总觉得 我要找个男人 来养我一辈子 这种观点 还是蛮危险的 是的 最后一点 可能我就讲到 可能最严重的情况 也就是言语 和行为上的暴力 如果他有 动粗 或者是 在言语上 对你 表示 蔑视 对你斥责 经常的斥责 经常贬低 你怎么 什么都不懂 你怎么这么笨 你怎么这么丑 你怎么这么懒 或者是带一些 就是这样一些 甚至是一些 大侮辱性的称呼 包括在关系里 经常用冷善 出走 这样的方式 来拒绝沟通 这样也是 对女性是很大的 精神上的打压 对 任何的暴力 我觉得 不管是冷暴力 热暴力 言语暴力 行为暴力 这都是暴力 对 这都不是爱的表达 绝对不是 是的 那可能讲到 最后 我也就想提一下 遇到这样的 情况的时候 女性 或者是你发现 原来我是在一个 这样的不健康的 关系当中 我要怎么办 或者是我 我如何来知道 自己是不是 我如何走出来 或者是我 如何去面对 这样的对待 对 因为之前讲了 鉴别 那么鉴别之后 该怎么做呢 我就想 可能简单的提 两点吧 一个就是说 要关注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在想 我是不是在满足 对方的需求 你也可以考虑 我在 可以体会一下 我在这段关系里 我经常是一个 什么样的 情绪状态 是开心的吗 还是难过的 是感觉舒服的 安全的吗 还是觉得 我必须小心翼翼 害怕受到指责 害怕做错事情 因为很多人 会忽略自己的感受 一心一意的 好像为对方 希望对方开心 或者想保住 这段感情 想抓住这段感情 哪怕自己不开心 也会逼着自己去 去做很多的事情 会忽略这种感受 但其实我们自己内心 在一段关系当中的感受 是可以告诉我们 很多信息的 不开心就是不开心 对 对 这里我花一点时间 介绍一个小的电视剧情节 我不知道最近有一个挺火的 美国的电视剧 叫Modern Love 哦 我看了第一季 对 那几集 对对对 就是现代爱情 它是由一个 纽约时报是吗 New York Times 它那个 之前的一个周刊 就是每周 它会登 连载 这样一些 小文章 小故事 这样 来改编的 然后其中有一个 episode 有一个故事 就是讲 一个在纽约的 现代女性 二十来岁 然后单身 然后总是 还是在 约会的世界里面 迷茫着 就是会 经常会约会 date不同的男人 可能有 就是 但是总是不work out 就是总是没有结果 然后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 它的那个 apartment 那个公寓的 门卫 好像特别 能读懂 就是能 帮他 鉴别 他date的 那个男人 是不是适合他 或者是跟他 会不会成 就是会不会成为 他的男朋友 然后我不知道 你记不记得 那个情节 记得 我当时也觉得 很神奇 是一个月历 年纪比较大 月历很丰富的 一位门卫 对 然后 这个女生 就一直很惊讶 就是说 为什么每次 他眼光都那么准 他到底是看男人的 哪些方面 有的甚至是 隔着街 远远的一桥 他就能告诉这个女性 这个男人不行 是吧 但是后来 这个 这个 女孩 就是 带回来一个男生 然后 跟这个门卫 见了面之后 门卫就说 就是他没错了 他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女生 就问这个门卫说 你怎么知道的 然后这个门卫 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话 他就说 我从来不看这些男人 其实我关注的 都不是这些男人 我是看的你 你脸上的表情 当你跟他们约会 你带他们回来的时候 你脸上的表情 你是不是幸福 这是我间别的标准 我觉得这个 这一小段 其实非常说明 刚才我说的这一点 就是关注自己的感受 嗯 真的是 真的是 对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 Modern Love的话 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有非常多 意味深长的 这样的 供我们反思的 关于两性关系的点 嗯 这一点 我觉得特别的切合 嗯 然后第二点 就是 希望所有的女性 女孩子 嗯 都告诉自己 我是重要的 我是有价值的 我是值得被爱 被善待的 嗯 这个不需要你去证明 你是一个好女孩 不需要你去证明 你是一个好人 不需要证明 你有各种各样的 嗯 嗯 怎么说 资本 就是我是不是成功的呀 我是漂亮 我是不是身材好 我是不是有这些 有那些 或者是我特别会做饭 不需要 你作为一个人 你作为一个女性 你就值得被尊重 你就是值得被爱的 你就是有价值的 嗯 对 我觉得这点和之前讲的一个点 能够联系起来的就是 这种价值感 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内心的 而不是说一个男人愿意宠着我 对于你 对 愿意怎么样 对我 我才是有价值的 而是不管怎么样 我碰到什么样子的人 我是单着还是不单着 我都是自己内心是满足的 是自我觉得我的价值感是很高的 嗯 嗯 对 所以我就谈这么多吧 嗯 对 非常有启发 感谢王灿子博士跟我们分享 很多这种两性关系当中 尤其是女生怎么去鉴别男生 对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在更多的了解这个情况之后 那自己怎么更多的去 把自己的情绪给稳定住 也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的 更加健康的两性关系 嗯 对了 对了 因为这个 我讲这个的目的并不是让大家来仇视男性 对吧 或者是拿某一个人来打击 就比如说不是说去讨伐国陶 或者是做这样的事情 而是看到 其实大家都是这样的 男权主义 或者是不平等的 两性关系的受害者 其实男性也是 对 因为我觉得您讲的这些点 反过来 女性也可以对男性做这样的一些 一些蔑视啊 一些行为啊 一些不尊重啊 那么男生其实在恋爱当中 如果感觉到很受折磨 自己也不开心 那也可以去关注这样的一些点 看是不是 关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 是的 是的 嗯 补充的非常好 谢谢雨衣衫 谢谢灿子 谢谢王灿子博士 嗯 好 那我们以后找机会再聊 好 嗯 好 好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 收听我们的一三说栏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收听 观看 转发我们的栏目 我们的栏目在YouTube频道上 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 Spotify iTune 等各种频道 找到我们的音频视频 心理科普栏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